這新聞首先要帶您關心 又傳出了登山意外 這是新竹一支兩人登山隊 當中六十三歲的父親女登山客 昨天挑戰攀登這中橫四辣 其中之一的碧路山 卻因為這腳步沒有踩穩 不慎跌落二十米深的邊坡 儘管她意識清楚 但人卻無法動彈 這南投消防分隊 獲報漏夜上山搶救 在今天上午八點 輪流把這傷者背到登山口 是順利送已就職 救難人員摸黑在山谷旁 吊掛繩索救援 因為二十米深處 一位六十三歲的女山友 已經卡在邊坡一整個晚上 這邊窄 這邊窄 前面要拉著放鬆 救難人員小心翼翼 把傷者抬上擔架 山路顛簸只能夠仰賴 偷登照亮 一行人輪流將山友背下山 行經崎嶇小路 更是不敢大意 事發在三號下午六十三歲的父姓 女山友攀登被稱為中橫四辣 中辣等級的壁路山 下午四點走到七點二公里的地方 腳步沒有猜穩 不慎跌落邊坡二十米深處 南投消防傍晚貨爆 趕緊出動 走到墜落處 已經深夜十一點鐘 出動繩索輪流將山友搬下山 在四號上午八點順利將山友送醫救治 患者傷勢 為那個額頭有一個小小的撕裂傷 以及身上多處關節疼痛 患者意識清醒 當時女山友卡在邊坡二十米深處 意識清楚卻無法動彈 還出現失溫情況 救難人員漏夜上山救援 輪流搬運山友下山醫治 結束這場驚魂祭 記者高麗麗魏少羽 胡杰倫南投報導